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忌惮的态度,在死后,还专门在墓葬中放了几样东西,看到这几件东西,武则天只能在心里愤怒,而不能多出言。 徐茂公正式进入礼塘阵营还得从瓦岗市说起,在瓦岗寨,徐茂公就已经与秦书宝,魏池公等人成为了好友,后来李密兵败了,徐茂公也就加入了礼塘阵营, 从此成为了李世民身边的一个得力助手,对礼塘的天下贡献极大。 在不少历史典籍中,都有着一些神迹妙算的毛氏辅佐君王、江子雅、诸葛亮,都是这样的人, 他们看似拥有了大神通,可以未卜先知,运筹帷幄,徐茂公也是这样的一个人, 在演义里,他还经常帮好友们算卦,他给所有人的印象就是,神秘,俗智多谋,运筹帷幄,神。 奇妙算,当然,徐茂公在运筹帷幄的同时,还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, 当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,徐茂公深知此举意义重大, 一旦战错了队,将要面临的可不仅仅是惩罚,满门抄战都是正常, 所以他选择了退避,当李世民继承了皇位,不计前嫌,依旧任用了徐茂公。 徐茂公这个人在李世时期更是受到重用, 李世对这样一个神迹妙算的人很是敬佩,御事也都要向他求教。 李世曾将想要废除皇后,让武则天当皇后,满昭文武都是持反对态度, 只有徐茂公站出来说,这是他的家事,不需要管杭人的态度, 之后,武则天才当上了皇后,武则天能上位, 徐茂公也是出了力的。 既然如此,武则天又为什么要挖徐茂公的墓呢? 原来徐茂公死后,他的后人竟然开始反对武则天, 当然,反对武则天的绝对不止他们一群人, 武则天以女子身份登上皇位,真正幸福的还真没几个, 而徐茂公死后,后人也因为反对武则天被满门中, 而徐茂公死后,后人也因为反对武则天被满门中, 而徐茂公死后,后人也因为反对武则天被满门中,